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節目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 Norwin 做惡狼 今晚的節目主題 其實今天適逢這個DSG放了房 而且很多學生都應該是剛剛開始放暑假 我們今集就講下放暑假的電影 其實我都很久沒放暑假 由我升到大專機 我升大專機也沒有暑假房 大專的暑假我覺得是最爽的 大專的暑假我都走了做兼職 很慘 今晚三部電影都跟暑假有關 今晚第一部電影呢 這部電影就是叫做《夏日之王》 《The Kings of Summer》 這部電影其實都不是很久之前的 2013年的一部獨立電影 講述了男主角阿Joe 這個Nick Robinson 如果大家有看過去年的《諸羅紀世界》 就是那兩兄弟做哥哥的角色 這個阿Joe在中學學期結束之後 那個暑假就很白無了賴 而且他爸爸因為他有個單親爸爸 他媽媽就很小就已經不在 他爸爸是一個很嚴苛的規管他的人 於是乎Joe就決定和老死Patrick 計劃在暑假的這段時間離家出走 那Joe和Patrick 就是他這個老死 出走的目的也不是純粹因為陪伴朋友 那麼簡單 而是他自己的家也是管著的 所以可以說宣洩對家人專制不滿 還有都想過一些 因為不定暑假都過 那個年輕人都想過自己想放的假期 有自己的時間 那麼 所以同行呢 就不單是他們兩個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同行 Biaggio 那Joe這個人就平時想到很多 那麼他們的目的地呢 就是鎮入面的一個樹林 那麼 不單是住在一個樹林 搭個攝影機那麼簡單 他們是真的在樹林裡面 建了一棟自己建的木屋 是有點料到的 是啊 真的人在野 人在野就不搭屋了 睡地下的 OK 那 因為這樣 他們可以說 開始想過一些 不用被家人管著的日子 那 甚至乎是 家裡要佈在室中那一隻 但是呢 他們在樹林裡面 的意思是 開始過一些很自由自在 很無拘無束的一些生活 那 關於叛逆少年 離家出走呢 Loreen 去年年後 那時候是否笑 跟我做一集 講一部 叫Stand by me 這部電影 多拉來夢 真的不記得了 不是多拉來夢 那一部 不是多拉來夢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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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我同行那一部 是講幾個小孩 找了一條絲 找了一些印象 對 找了一條絲 我有一些印象 對 我覺得是有一點像 但是呢 其實這個重心就 不是Stand by me 其實這部的重心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講兩代的矛盾 還有青年人這種渴望獨立的心態 一倒下天這種反叛的荷爾蒙 我相信每個人都出來了 可能講的東西 剛才我講的這兩個重點 這部電影是比較大陸 所以導演也在表演上下了不少功夫 最明顯是在鏡頭語言上都拍得比較精緻 而且在剪接上都拿了很多功夫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美式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它的幽默位置都很美式 我又不覺得這部電影是特別好笑的 反而我看的時候覺得有點沉重 我覺得是很熱鬆的一部電影 但覺得有點沉重 我感覺到這些主題 隱約感覺到一種反建制反封建的思想 我覺得自己是太誇張的 但是一種叛逆的心態 始終都是因為家裏太專制 如果大家看這部電影 看到家裏 他們這幾個年 這個怪雞同學 Biagio 即是說Joy和Patrick 家裏是很怪雞的 尤其是Patrick的家裏人 會開聲寫了兒子 為什麼這麼叛逆 這種冷言冷語反而令兒子更加不敢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全部人都不太正常 對 我不知他為什麼這樣前定 警察也不正常 警察也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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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精神 有一點病 例如有一幕 這個森林裡的其中一個男生回來 他又覺得他好像魔法一樣 我看著他 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好像覺得 成年人都壓抑了很多東西 在那裡過癡癡癡癡癡 在大人的世界 關於大人在現實世界中 這部電影 剛才你說的 Patrick的媽媽 他一直覺得自己 是給最好的東西 他的兒子 對 所有東西都是 對 但他沒有站在別人的角度看這件事 嗯 那 還有青春的煩惱 當然 也是離不開異性的 Ju和Patrick 兩個都心儀的一個女生 Kerry一介入 就令到兩個人的感情 都開始變賣質 所以這部電影 其實都是 都很標準的一部青春片 關於青年人的題材 嗯 對 不過剛才你說到 他那個 一群小朋友 去到那個森林 可以搭那間屋子 我真的 當時 我覺得他描述到這群男生 真的很聰明 對 這群男生很聰明 那個男主角 他又會 除了那個很矮的那個 那個比較蠢 他又會怎樣建屋 又會怎樣弄船 就是弄船 然後又會去畫鼻圖 這些東西 真的有些 有些 有些智慧才能做得出來 不過這麼說 剛才你是不是說 Biagio 看來好像蠢一點 對 好像蠢一點 還有一點神經質 他比較頓 但是 當故事深入 看得差不多 阿羅編說到 就是說 因為 散斑 因為爭吵 就散斑 那 Biagio 呢 回到 的時候 故事深入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Biagio想起 其實是比起 一個童年的 因為都在說 這幾個年輕人 都是大約 十三四歲左右 都是 即是 實際年紀上 所以呢 大家如果看這部戲 會看到Biagio 那個早熟 我覺得是有少許早熟的 他想起 這部戲 不像是這個年紀 小孩會想法 的思維 是 是 是 所以這一部 這一部 這一部 《夏日之王》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真的可以 找一下出來 還有 看鏡頭也好 這部戲 就算是 如果大家不介意 剛才說 角色好像有 看起來有一點點神經質 都好像有一點點 但是 就這樣看鏡頭原來 真的很標誌 這部戲 還有這部戲 挺心寒的 你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挺舒服的 最後 這些暑假戲 當然是 關於一些成長 最後 他們之間的友情 怎樣 用什麼方法化解 除了友情 還有 跟家人的一些恩怨 怎樣解決兩代關係 這部戲的問題 都相當值得介紹 今次介紹完 《夏日之王》 阿朗 我們今晚會播什麼 全部都是跟暑假有關的歌 第一首是 之前我們沒有說過 Janice Joplin 其實都是 《27 Club》的其中一個職業 就是27歲就死了的 音樂人 她有首歌叫《Summertime》 這首歌都比較出名 大家欣賞一下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介紹完《夏日之王》 第二節 我記得這部真是今晚 是我今晚這三部最喜歡的一部 我相信應該在座三位都是 一提起這部都應該很溫暖的 這部就是《谷次郎之下》 就是北野武自編自導自演 集於一生 北野武真的很喜歡自編自導自演的導演 這一部的故事就是關於小學生 阿正南暑假 因為阿正南自小的爸爸 又是已經過世了 而媽媽長期不在家 於是他又跟媽媽一起生活 但是放暑假的時候 那些朋友都已經走了 去了別的地方度假 即是找不到自己的朋友一起玩 因為生活很無聊 於是正南就找到她媽媽 即是在櫃湯裡面找到媽媽的寫信 知道她媽媽住在哪裡 住在一個叫風橋的地方 於是正南突然想到一個想法 就是要離家出走 然後去風橋市找她媽媽 但是人仔細細出門口就很危險 隔離鄰舍阿姨看到 看到都一樣是很不放心 於是乎 又叫自己老公北野武 就去陪阿正南她 那北野武嚴格上來說 我們用回現在的字架 她是一個廢鐘 有廢鐘有廢鐘 然後推下去 第一天陪阿正南去風橋市 第一天她們不是上路找車 而是北野武帶著她去賭場 不是應該不是賭場 那不是賭場 是賽車場 即是他們賭的 北野武賭什麼呢 就是賭單車也是 賭單車比賽 但是呢 北野武是第一天 就把她老婆給正南 用來做女費的錢 全部輸了 是真的全部輸了 那怎麼辦呢 北野武又不敢回去跟她老婆說 那我輸了些錢 真的被老婆殺了 因為有份 那又 唯有死死地氣 逃步上路 那如果觀眾都聽過北野武這個大名 都應該都知道 北野武其實是離不開月聲 黑幫暴力 有大屠殺 就名曲 還有之前的全員惡人 都很出名 都知道她很喜歡拍黑幫片 北野武也是一個 但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不到 這部戲都是出自北野武的手筆 而且這一部戲呢 就是看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真的猜不到北野武是可以 不拍黑幫片 雖然這部戲裡面的 這部戲裡面 阿北野武自己演的那個角色呢 就 都有種小流氓的基因 例如阿北野武自己說話的時候 都是 一嘴都是白雞 住酒店給錢 折順風車 就是又可以很 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 那但是呢 他寫他自己寫這個角色呢 就 反而是灑小流氓 就是他灑小流氓呢 反而是可愛多過黑人真 這個 阿北野武寫得都幾好一下 還有這部戲呢 那個戲的風格呢 就不是真是 很熱笑 我會說是冷笑話多 就是 鏡頭風格是 因為他比較少用 close up 還有 因為比較多蹤景的關係 於是好像有一種 隔離的感覺 好像在搞一個 冷的getter的問題 你也是笑得出的 我那一堆野武粉絲 你偶醉 你偶醉 他是黑色幽默的擺絲 我覺得是 但其實這部戲 黑色幽默的話 他都已經是 算拍得很明顯的 這部戲 其實他講了他爸爸的 這套東西 他拍給他爸爸的 他爸爸好像叫谷慈樂 對 他拍給他爸爸 所以他中間有一段 他都會探 就是北野武在電影裡 都會探望 他電影裡面的爸爸 阿媽 阿媽是爸爸的阿媽 阿媽 其實 我覺得他有點補償心態 就是拍這段 其實呢 都 之前在網絡上高 都出現過 一些講關 那些北野武的自己的故事 都是 他跟我阿媽的關係 都是 很複雜的 聽說 為什麼 他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還是假 其實 那件事 周圍講 不知道他還沒回來 還是怎樣 不過只講這部戲 我覺得 《北野武》的幽默 是他才拍的 就是他除了拍黑漢堡片 也有很多黑色的幽默 例如他 說十年前 有一個導演《萬歲》 或者《北野武》 《月水》《北野武》 即是他這些 他這些真的是 很難鏡 但是他又拍得很好笑 嗯 但是 他這些很難鏡的背後 有一種溫情 即是 即是你看他其他幫片 都是 即是又殘忍又溫柔 在這兩種狀態的同時 很有趣的 我覺得《北野武》是一個 看世界是 今次這一部 《谷翟郎》之下 是一個 比較上童真的角度 去看世界 因為呢 如果看回《全員惡人》 大佬的那些 黑幫片 其實是很 很黑 應該說 他會看到《北野武》的人 好像想法都灰灰的 其實不算 你看到《早期》的那些近輩 《早期》是 他那些暴力和殘忍 不單是人的殘忍 是環境的殘忍 生活的殘忍 嗯 即是例如一些 《血與骨》 不不不 《血與骨》不是他做導演的 啊 有一套叫做 《In the sense of the sea》 《哪年夏天凌晨的海》 那套是有感動有殘忍的 但又浪漫的 嗯 即是他是一個 把很多東西弄成一隊的導演 那這個 其實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 小朋友式的作劇 剛才在這部電影裡面 已經有很多 所以他拍攝這件事 真的很厲害 其實黑波面也是 他的大哥角色 像小朋友一樣 喜歡玩東西 嗯 不認真 其實這部 他也是發揮得很盡 沒錯 沒錯 還有畢野武 都 即是 都周不時 都好像想 即是這部電影裡面 透出一些 訊息就是 其實 表面上 網絡很兇 又或者 即是 即是 個人比較順目 少少少 又或者這部電影裡面 出現過一些 啊 很MK的飛車族 嗯 但是呢 反而 是 就不是 惡人 反而是一些 好玩得的人 即是好像剛才 阿羅宇說 是一個 想事都比較純真 即是 有時候 畢野武是會 尤其是這些 嗯 衣著上的 真的不可以看表面 有時候人 是反而 是 好玩得的 一班人 嗯 也都可以說 某程度上 都可以體現了 畢野武 自己對於人性 即是善那方面 是 有所期盼 我覺得是 他 我覺得他應該相信這件事 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什麼都不相信 哈哈 以我對他的認識 不過 即是如果 再說他其他作品呢 其實又 反而是可以說一個 江湖 有時候是可以很無道義 他又可以這樣寫 即是他是一個 我想什麼都好像是成立的 我叫他 好像是 那 即是這些暑假戲 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從小孩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對 真的 他見到一個這樣的阿伯 哈哈 就這麼墮落的一個阿伯 其實好像 我覺得他在這個 簡短的暑假裡面 已經見證了這個 這個 這個 世態嚴良 算不算 又不可以說看破寒塵 到底怎麼說 就是 看到這個成年人的 特別成年男人的一些 比較黑暗的一面 就是那些 喝酒賭錢 就是黃賭毒這些 這些 全部都見過了 已經 對 我覺得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嗎 是嗎 我覺得他很小時候 他很小時候 我覺得他見過這些 然後他有一幕 他是 拖阿畢野武的手 好像在海灘 他拖阿畢野武的手 不知道 是 對 那裡我覺得那個 那個小孩 就是我自己的印象中 好像 我感覺到那個小孩 不介意他這些 就是 也是 因為那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小孩知道 他媽媽已經改嫁了 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他又覺得 自己是一個孤兒 沒有人要 這個時候 阿畢野武反而 變成了他的依靠 在他自己生命中 這個時候 這個雙依為命的那種感覺 反而是 帶給一種 觀眾是一種觸動的感覺 居然會是 所以 阿畢野武有時候拍心情 就真的很心情 這個人是 阿畢野武 其實你 你有沒有看過《花火》 我沒有看這套 現在是講心情 就要看這套 阿 好 那就是 對了 畢野武這部戲 其實 那時候他的臉還沒有坦 喔 坦那單好像 坦那單是 這部戲是 咦不是喔 啊 Sorry 之後的事了 對 其實畢野武在這部戲 畢野武在這部 所以 這部戲裡面畢野武 其實是一副惡樣的 對 大男人主義 但是呢 因為 這個年輕 都知道 他 這麼小時候 沒有了老爸老母 已經很痛苦了 也沒有理由 要再給他承受 就是他媽媽 原來完全忘記了他這一樣 更加殘忍的打擊 那就是為了阿正南 他真的可以說 很不為餘力地去哄他開心 所以這部戲是一部 大男人的心情 對 我覺得 如果剛才說的 The King of Summer 是熱熱的 這部更加 更加熱的 還有一件事 會見到就是 北野武 因為早期 他 人生早期的時間 都有做過 戲劇 上升 他都有 還有聽說 也做過AV AV 我不知道 我聽聞 北野武 好像在AV業界 立了過 不出奇 對 對 他對戲劇和上升的喜愛 都可以說 這部戲裏表露無遺 即是 這個 這個 不是 這個 正南 那 男生做夢的時候 都會 用一種 戲劇 化的形式去 展現這個 男生的夢境 那這個 都是北野武其中一個 自己很喜歡的一個 就是 擺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在電影裡面 所以這個人是 北野武是一個很複雜 但是又很可愛的 一個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 對 好了 今節介紹完這個 谷翅郎之下 之後 我們又 其實 這部戲的配樂 我也是昨晚 寫稿的時候才發動 九隻樣的 是九隻樣寫的配樂 中期的蛇合作 是啊 好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九隻樣 大家不要以為 九隻樣 只會拍 宮崎盡 他拍北野武 都有 其實很多 港產片都有 好像 是不是 新速事件 那一部 那時候是有找過 九隻樣 但是港產片都很輕 好 大家欣賞一下 九隻樣的配話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最後一節的這部 關於夏天的這部戲 Driving Lessons 就是2006年的青春我做主 這部戲 就是 主要是那時候還在做哈利波特的榮恩 Rupert Green 那時候 Rupert Green 還 先看看 2006年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 第三集中吧 我想應該是 那 Rupert Green 即是阿榮恩 跳出現實 就是跳出霍格華之之後 都要放暑假的 但是呢 那他的暑假呢 也都好像是 第一節那套 Arrow下之王一樣 又是被一個 尖橫 而又很神經質的 母親在那裡管住 那同時呢 他自己也在那裡 生於一個很傳統的 天主教家庭 即是他老爸是一個牧師 所以呢 即是全世界 即是放暑假的時候 都可以出去玩 但不是他自己 就要被迫留在家裡做 有什麼? 聖經研究? 還有跟他媽媽學開車 但是他媽媽開車都是半桶水的人 但是榮欣他自己放暑假都要找一下舒淇公做 居然又被他找到一份幫一個退休的女演員 Julie Waters 又為他幫忙工作 但是他沒想到這個跟媽媽一樣神經質的女人 居然可以搞到他本來既有的生活 搞到天翻地覆 其實剛才我都說過 跟夏日之王有點相似 就是主角也是一個很專橫的父母親 但是這一部 這部不止是專橫 已經是恐怖了 其實我媽媽也有一點 榮欣呢 想反但又不敢反 因為他一直都太相信媽媽 又不敢違背媽媽的意思 那Julie Waters可以說是一個 啟蒙了他賣向獨立的一個鎖匙 那他很瘋的這個女人 是可以突然之間 一施起他的人 就可以叫他開車去Camping 一種想做就做的 這種 對 這個也是榮欣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這一類人 那所以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覺得 喂你這麼瘋的 我媽媽不讓我這樣做 那樣 但是呢 一路進入的時候 他覺得 其實 長大了 是時候要有一些 自己獨立的思想 對 對 這部電影 我真的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很麻煩 第一 我覺得他就是永恩的演技 我有一些 洗不掉 永恩味 我覺得他的表情 好像不一樣 都是這樣 都是有一點 女的 神愛愛的 對 整部電影 無論劇情怎麼轉 他的表情都差不多 而且 我覺得他們的角色設定 沒有什麼說服力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嗯 我覺得他老爸 是最沒有說服力的 好極一點 我覺得我媽媽的老爸 最沒有說服力的 就是那個 無端端又要穿女人衣服 好奇怪 好奇怪 這些人 而且 剛才說的戲名 叫Driving Lessons 其實 開始的時候 Driving Lessons 才有 對 但一路故事失望的時候 那個Driving Lessons 那個寓意 反而有一點點不太明顯 對 嗯 對 反而就 好像這部戲 有多少好像雪教那樣的味道 不知道阿妹有沒有 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要輸入天主教 我反而覺得是有一點點敵基督的意味 我看的時候 真的 真的很好反宗教 他會把媽媽變成一個這麼專橫的人 然後所有宗教的人都很麻木地追蹤 這種 然後他有一種 BREAK THROUGH這個思想 他還是最後離了婚 對 但 過程之中 這個離婚就是一個BREAK THROUGH 其實就是離開 我自己就這樣看就是一個離開這個邪教 不得 他有霸中 還有律師 對 很有特基督的意味 所以看的時候我覺得有點混亂 還有呢 是 剛才阿牽尼說 他到中後段 其實完全放棄了 DRIVING LESSON 之後呢 其實就 好像抓不到主子 你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那個成長那種 就是他成長 獨立的主題 是有 好像有 都是有一點 令人覺得有些無倫良好 他裡面其實有不少金句 例如有一部分 我記得說 你放慢一點就可以了 好像說炸車那樣 放慢一點就可以了 我當時在想 是不是這句話就代表了這部電影 又不是 然後看下去 是不是就是 純粹一種 反封建的自由思想 有佳句 但是沒有 就好像沒有什麼佳章 是啦 所以 不是很抓到他想怎樣 不過這部電影其實 最大的噱頭 其實大家都未必留意到 就是 榮恩 和這個 Julie Waters 其實本身一早就在 哈利波特這部電影裡面 已經是 結了片緣 那時候 其實 他們兩個已經在 演著梁武子 所以 現在 回來 就是 演這部 Driving Lessons 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說是 幾有氣緣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 所以這部 Driving Lessons 如果大家都想看 榮恩 不做榮恩的時候 可以是一個什麼效果都可以的 他好像沒有了 沒有什麼 因為他自己出來 就是拍完哈利波特之後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 怎麼接氣的 榮恩自己也 另外兩位 差很遠 那個命運都 不是命運 他也很棒的 他那個 他自己選擇是想過一些平衡的生活 他自己也 聽說還要是自己 有架雪糕車 好像是 是啊 所以 今晚這三部 關於鞋 Summer的影片 放暑假 就是 大家都可以 不做公佈 可以去找一下 找一下氣體也可以 大家可以留言 你們暑假有什麼 精選 那 今集的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 主題 就是 海洋世界 我相信都不用多說 就是下個禮拜 因為接下來就會上 Finding Dory 我們下個禮拜 就會將 Finding Nemo 就是海底奇兵 兩集都說出來 第二部 這部更出名 這部 應該是 阿斯利芬士不保 其中一個相知出名的名狀 大白鯊 還有一部 諾比桑監製的紀錄片 海豚灣 三套都是不同的魚 由深海到大白鯊 深海小臭魚 到大白鯊 到上面這些海豚 有層次 我也沒有留意到 我自己有層次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千萬不要走 好 今晚節目時間到這裡 阿朗我們最後一節 每次播放的歌 最後播這首 Summertime Sadness 其實是Lana DeRay 這首聽起來 也是很灰的歌 不過 大家放暑假 有不同的情緒 有開心又不開心 都可以感受一下 總公佈當然不開心 但是 大家最重要是 過一個開心的暑假 希望我可以 好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